《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崔遠芬小姐 大家好 Thank you Hello 我們上一集說你已經設計過很多製作品 我們想跟你聽說有甚麼創作的心得 不如我們拿兩個你獲獎的製作品來談好嗎 好 我知道一個是《旋轉270》 一個是《猛流感》 是 你告訴我們你創作的過程 有甚麼故事 我們可以告訴你 我先說《旋轉270》 好 因為已經一段時間了 我也要看自己記不記得 我猜其實應該這樣說 所有創作開始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跟導演的溝通 因為《旋轉270》的張達銘 以及《蠻流感》裏面的黃曉英教授 都很好 我們談得很好 就是由創作的開頭 理念 甚麼方向 會談了 然後當我們的劇本出現 因為劇本都是原著的劇本 經常都會經過修改 所以很多時候編劇都是其中一個元素 就是中間裏面大家一起談 所以我們整個團隊在創作過程裏面 而《旋轉270》的時候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很多時候他們的心裏面 他們有一個衝突 他們的矛盾在哪裏 怎樣可以將另一個空間 在當我們日常生活的空間 和自己腦裏面內心世界的空間 再呈現出來的時候 可以怎樣做到 在中間裏面 我們就經過一個很長的探討 而中間裏面亦都用了一些描述 當時我們有司徒沃的幫手 放了一個描述的圖片裏面 大家一起合作下去 所以很多時候的圖片 其實都頗為規定的 可能有一個很大的真聞通的景 它有很大的reflection 其實是景、劇本、導演、演員 在整個創作組裏面 一起合力怎樣將每一個部分 將它放進去 而在燈光的過程裏面 就是當我理解了方向之後 我其實就很快就會形象化它 我會見到一些圖案 或者見到一些顏色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整個劇中的流程是怎樣下去呢 哪個是最重點的高潮位 我分析好了之後 我會嘗試將這件事一部分解釋 給我們的創作團隊聽 然後慢慢將最後的意念處理出來 所以技術和創作方面 其實都是整體的合作 至於蠻流感的就很有趣 因為我想是一個很深刻的感動 因為蠻流感說的就是我們2003年 香港的沙士問題 但劇本終於沿著說蠻流感 但其實裏面也有一個心情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是一個什麼細菌 而可以導致人死亡 中間其實人很磅亡 亦都會說到就是人 其實內心世界其實都有一個黑暗面 所以在劇中要帶出來的時候 我想最多的地方我們去考慮就是說 其實他們的對比是怎樣去處理呢 譬如說由醫生變成了一個病人 進入一個廢棄了的醫院裏面 而中間裏面他們的 大家都在用同一個景象 但是怎樣利用燈光音響 又或者醫院的演出 將整個的感覺 無論是情感方面 或者是環境方面去改變 我想那個也很有趣 特別有一些很重要的時刻 我們覺得那個可以努力一點做下去的時候 黃飛英老教授就很厲害 他就做到一齊的演員 跟我做同一個動作 於是燈光就變得很容易處理 因為大家都在同一個方向處理下去 所以我就覺得無論什麼演出都好 其實是一團人一個合作 就好像一個樂隊一樣 其實就是我自己是其中一個樂器 但我不可以突然拉高一點 或者拉低了 因為在樂章裏面 各個各自己的位置 而演出的時候 大家都做到最好的時候 就在一個整體的陷阱演出 這個比喻是否你教學的時候經常用的 教你的學生 我也是跟你提過的 我真的覺得是 因為有很多時候 我們不可以經常覺得 燈光怎麼會被人看得到最好呢 我不可以把所有東西 我知道燈會不會到時用電腦燈來移動呢 你會安裝到觀眾的注意 你會讓觀眾覺得 對 燈會移動 但我為何要移動呢 而且燈會移動之後 其實相對來說會否影響劇情發展呢 所以整件事是大家應該要平衡 不應該哪一個場面出來 來做某一件事 那你現在教學 你教了多少年學了 很久了 十幾年了 我畢業之後 我離開了香港三次 有一次就是去了英國做Sakonman 中間去了大約半年左右 然後就拿了阿州文化協會獎學金 就去了印第安達州大學和耶路大學一段時間 然後回到香港之後 就發現很多東西還是不懂 教了一年多之後 再到耶路那邊繼續讀 然後還有一段時間離開了 不過不是讀燈光 我讀了劇場的比較 讀了中西的劇場比較 在中間的過程裏 我覺得很有趣 教學你不可以一直教教教教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乾堂 所以在教學的同時 其實都有自己的創作 把自己的創作和教學 要合而為一 學生才能學到最新的東西 而中間角了可能是三年四年 我覺得都應該要給自己一個休息 然後重新再發… 即是再評論 其實有什麼不懂 或者有沒有空間可以再發展 所以通常我都會隔幾年 我就會問學校 要休息 可能是半年 可能是一年 然後再可以將自己再升級了 然後再回來跟學生一起分享 是的 那學生應該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是嗎 你現在教的學生 跟你以前做學生時 學的東西有沒有很大的分別 很大 因為我發覺我們做學生時 就很單純 一樣東西就是我們學舞台燈光 舞台燈光設計 或者是技術 而當時是二十多年前 可能技術的發展都是比較慢的 相對來說慢 或者用電腦方面 其實都不是很多 我們當時有一個軟件 我們叫做AutoCAD 其實都是可能畫3D的燈光圖 即是已經覺得很延遲 但其實到現在 今時今日 我想你叫過三四歲的小朋友 你給個遊戲機他 他就已經可以很快出 所以在學習方面 我記得以前 譬如我有一本燈光書 我很記得在香港我是找不到的 我會託老師回去英國的時候 可不可以幫我找一本書 中央我不知道有什麼書 因為我不可以上網找到一本書名 我真的靠老師說 這幾本書是好的 去介紹給我 或者在學校的Library裡面找得到 但是今時今日 那些同學可以很快 去一上互聯網裡面 就找到所有他要的資料 所以在學習方面 以前就真的 我會學習 我看到我會記得 接著再將它實踐 但是現在 譬如在教學方面 尤其是我教的主要是 Case Studies 那我就會發覺 我不是一樣一樣的 交給他們 我其實只需要將一個題目 給了出來 接著就吸引了他們的興趣 只要學生對那個人有興趣的時候 他們用很多很多的方法 他們會有答案 而中間裏面 我就需要他們大家互相的分享 和探討 中間裏面就找出好的地方 和不好的地方 因為我想燈光不代表我們去做一個醫生 因為如果一個醫生 我的決定是錯的話 我可能死了一個客人 就是我可能有一個病人給我醫治 但是燈光而言 其實是沒有好和 是對還是錯 只不過你覺得一個可能會好一點 一個或者差了一點 但是中間都是很個人的看法 所以很多時候我就會發覺 在中間裏面 如果學生他們可以自己探討 之後發覺 咦 你這個決定又好 因為這樣 但是都好像差了一些東西 也是這樣 當他很多一些經驗聚積之後 當他再面對另一個演出的時候 他就可以將以往有的經驗 再重新的形容回到當時那裡 或者可能遇到難題的時候 他會很快就知道怎樣面對 所以教學方說不同 以前是不給很多的資訊 資料我們去認識 但是現在 學生就是要探討 以及自己的自我去創作 那你覺得現在培訓學生的資源夠不夠 現在的資源其實 演藥學院在世界其他的學府上面來說 我覺得我們是好的 原因是 只要看演藥學院自己本身 我們其實不單止有我們的 T School 即是我們的演藥學院 我們學生讀設計 以及後台技術 其實我們還有音樂學院 戲劇 畫劇 舞蹈 甚至我們還有一個部門 我們叫做中國戲曲 所以在這麼多種不同的演出的形式之下 學生可以用到很多元化 但是如果去到外國 比如說我在耶路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學到的 其實只有一樣 只有戲劇 如果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在實習方面 學生就可以很多元化看到 因為原來歌劇 跟一般的畫劇 或者是跟舞蹈 是很不同的 而且在燈光處理方面 亦都會按部酒班 每一種不同的形式 他們都可以學習得到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的 在演藥學院現在暫時有的設備 但是唯一一件事我們欠缺 就是不夠空間 空間的意思就是 學習了之後 可能每個學生都很想實習去試 但是劇場的位置有限 而我們的劇場 除了給學生用之外 亦都會有一些外界的場地 所以兩者一起的時候 學生有好的地方又不好 不好就是剛才說 不夠場地 但是場地就給了外面 比如是藝術節用了 好處的地方就是學生 更加可以在自己的學院裏面 更加看到更加世界性 或者是一些專業團體裏面的演出 以及他們的技術 是的 你每一年其實有多少學生 每一年現在多一點 因為在我們讀書的時候 我們就會分開燈光 就是燈光的一個部門 但是三年前 我們就將燈光 音響 以及舞台技術 就變成了一個部門 所以在修生方面 如果我們三個部門一起加起來 我們大約會收二十多個學生 在一年級 但是到二年級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個學位 只有十八個 一年級我們叫做Foundation diploma 就是基礎課程班 他們就要學了所有的東西 在我們學院 例如設計、服裝、管理 但是到二年級以上 二年級還是比較普通 但是到三年級還是四年級 就會回到自己主修的科目上 如果說燈光 我們計算BFA3 三年級畢業的時候 大約我們以今年為例 我們有四個 就是舞台燈光設計 有兩位 就是舞台燈光技術設計的同學 即六個同學 我想知道他們的出路是怎樣的 他們的出路 因為我們在課程中 裡面擺的課程除了舞台之外 他們也會學一些 譬如說我們叫工業設計 Industrial lighting 就譬如好像Fashion show Tray show 還有一些建築燈光 所以變成他們都比較多元化 還有我想都很幸運 譬如好像國內 早前我們有細博 有奧運開幕禮 又或者是澳門 他們有好幾個大型的演出 他們其實都需要很多的燈光設計師 所以我們差不多平均每一個月 都會收到電話或者E-mail 就問你們有沒有畢業生有興趣 去他們公司裏面工作 所以我們的學生除了在劇場發展之外 他們都可以去一些建築燈光 或者是Industrial的燈光 甚至乎很多時候一些Entertainment 譬如好像是迪士尼 一些Film Park的地方 都很需求他們的參與 是的 因為我想越來越 人們會知道燈光設計的重要性 不再像以前那樣 掛幾盞燈那樣照明 是的 比較複雜了 而且那個複雜的程度就是 現在除了學燈光之外 同學還要學很多的軟件 軟件可能會輔助他們對於視頻 一些我們叫做多媒體創作上的認識 他們都會知道 譬如電腦燈的操控 又或者是整體這件事 怎樣可以集二為一 例如剛才我提過 譬如好像在新加坡那個演出的時候 我其實是沒有可能 有一個叫做燈光 我們叫做Light Port Section 就是把燈幾多度 定光 就是一個Q1的時候 有什麼燈幾多度 我沒有可能有這樣的時間去做到 我只是把所有東西放在電腦裏面 然後就模擬把那些人 把報警和燈怎樣打進去 我覺得這個效果差不多 我就把導演或者舞台設計 一起看了大家都認同的時候 我就把那樣東西放在台上面的控制台上 然後就訂了出舞台上面 在以往來說 我們覺得有軟件可以變成在舞台上面 現在就會是一個趨勢 而且會令到我們入舞台的時間 相應減少了 因為當時我的問題是 很多時候大件的報警 它突然間壞了 機件上面壞了 它是沒有可能移動 因為我說的那個平台 是有八米長的 一個八米長的台 雖然那個台有14至16米 所以它在中間的時候 我完全看不到台裡面發生什麼 演員都不可以走到台版裡面走 所以唯一的做法就是 透過那個無疑虛疑的世界裡面的燈光 再重組到舞台上面 是的 很不妙 現在的學生每一年有畢業生的 你覺得市場需要更多這方面的人才 還是他們真的要挺辛苦才能找到工作 現在暫時我覺得他們很容易找到工作 但是問題就是 譬如我們頭幾屆的同學 畢業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自己做設計師 還是做我們的計劃員 譬如說一些程式的編項員 但是在現在幾年裡面 就好像比方說一個演出的時候 可能一個設計師 接著就可能有好幾個的燈光的 譬如可能Programmer 可能有一個電腦燈 一個是普通燈光的 另外就可能有一個叫做PE 我們叫做電機師 另外就可能有四至八個的燈光技術人員 在一個比例上面來看的時候 可能現在剛剛畢業的同學 就未必每一個演出都只是做燈光設計師 他們可能就會開始做一個普通技術員 或者是控制員 或者是才慢慢慢慢上 所以其實機會其實都很多 以及要求都很大 也都因為這樣 演藝學院其實前幾年 我們出了一個叫Fast Track Program 其實主要是給一些同學 想進來的時候 是參與在劇場裡面 但是他未必立刻要做設計師 未必立刻要做一個很高的位置的控制員 他就可以由劇場開始 然後就學成了一年之後 他們就在劇場裡面做一個基本的技術人員 而同時間他們也懂得燈光 音響和一些簡單的舞台技術 可以幫到大家 然後就慢慢慢慢再看看自己 將來的發展空間在哪個方向 你好像早一輪去了杭州 有一個學術的研討會 是的 我當時是去了一個國際登光設計會議 裡面就在杭州舉行 那個會議上面也很有趣 就是有Bordway West End的設計師 澳洲 甚至乎是東歐的很多設計師都一起參與 中間的學術研討會裡面 很多時候都有一些課題 大家都關注 其中一個課題也很有趣 就是現在的技術這麼先進 或者是每天都日生月異 尤其是現在電腦燈 或者要省電的時候 不如用LED燈 很多新的技術加進來的時候 其實設計技術重要 用一些新的技巧 還是設計兩者之間有沒有衝突 以及中間裡面有很多探討的機會 都挺有趣 是的 因為教育很有趣 我們一直都在發展 以及一直都在改變 我們都會隨至現在的改變 然後就把重要的地方放回學校裡面 讓學生知道 是的 那你會不會帶學生出去看一些旅程 會呀 我們其實6月的時候 在捷克有一個戲劇展 它是每四年之一次的 我們都會帶我們演藝學院的學生 應該都有十幾個同學 師生一起去那邊參展 我們做了一個展覽 另外就是香港的HCAP 都會有一個展覽 就是專業組的 我們就會一起代表香港 就去那邊參展 是的 而中間裡面都很好 就是他們有講座 有演出 有一些不同的演出 是在整個捷克的四周圍 不同的場地 變成我們就算學生過去的時候 都可以看回 對方不同國家的演出是怎樣的 還有有很多專員人士去到的時候 亦都可以大家互相交流 以及學生和學生之間 亦都可以有一個交流的探討 挺開心的 現在做學生組很開心 其實也挺好的 因為演藝學院的學生 他們譬如讀四年 以往我們就兩年讀書 五年的PFA 如果可以的話 都可能在畢業之前 有一次的機會是離開香港 去另外一些團體 或者另外一個國家裡面 參與演出和學習 但是他們是學校會津貼他們的 有些學生會申請獎學金 因為我們都很好 尤其是我們燈光裡面 就有一些燈光的公司 他們會給一些獎學金 給我們的學生 在外地的地方去探討 我們有些叫做LDI PLUM 其實都是一些國際的燈光會議 他們可以去看展覽 以及可以聽一些講座 甚至乎學校很多時候都有 剛才說我們有很多 有音樂學院 戲劇學院 舞蹈學院 他們每年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演出 除了學校之外 有時會被邀請去外國演出 他們當他們演出的時候 都需要後台的支援 他們大部份都一定要有個燈光設計師 所以我們都可以派一個學生 和他們一起去 所以他們可以吸收一個外國經驗 很好 很揮心 我想問你平時要上學 偶然會做一些製作的設計師工作呢 第一個時間那裡 都很擠迫 但譬如你說要入台的時候 那個禮拜 那禮拜你是不是不教書 其實在2000年的時候 我們收到一個警告 學校就跟我們說 你們兩位老師經常做到外面的演出 那學生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其實從2000年開始 其實在香港的劇場相對少了 如果我演出的時間 答應的時候 大部份都可能會是放假長假的時間 除非可能是一些轉休的時間 沒有什麼課 但是我可以離開的 我就會在學校裡面申請 演藝學院都很好 它有一個叫做專業活動的 所謂專業活動就是 我們每兩年大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申請那段時間休假 去做一些燈光設計 或者是探討的一些活動 一個就是去鼓勵 老師其實跟外面的市場 其實我們應該互相接軌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安排 我剛才突然想起你說 有一個禮拜要入台 那你怎樣呢 是的 那個時候就會學校告假 還有剛才也說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多了另一個方向 其實現在在建築燈光那裡 都有參與 因為建築燈光 也會是學生將來迎來一個出路 我們知道了之後 也會將東西帶回來給學生學習 以及在那邊發展 是的 我想問你 個人來說 你會在燈光設計 或者燈光教學這個範疇裡面 你會再想下一步是怎樣的 我最想做 就是很多我畢業的學生 做了很好的作品 以及堅持下去 劇場已經慢慢越來越大 但我會發覺 現在很多時候想起的時候 就是可能要回到基層 就是可能在教育方面 其實不是入到演藝學院才開始學 其實會不會他們有一些東西 可以去到中學甚至小學 他們已經知道劇場是甚麼 因為如果有一班小時候 已經培養了觀眾群的時候 他們會越來越吸收 以及知道 另一個小的項目 我正在做的就是 我發覺中國的氣偶 尤其是線偶提線木偶 就發覺越來越少的師傅 去做一件事 尤其是我看外國的線偶 他們可能是八條弦或者十六 但國內那些可以去到四十幾條弦 在一個很細節的動作都做到 但那些師傅就越來越少 而在國內欣賞的觀眾群也越來越少 所以就希望可以大多些觀眾認識 所以我去年也停了一個學期 我就去做一個資料搜集 我今年應該在LCSD 他們都會有一個演出 就是關於傳統的氣偶 我都會參與和幫助他們 我希望可以做多些類似的推廣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而中間裏面不少於 可能還有就是Shadow Puppet 跟燈光其實都有關係 我都希望在那方面會多些參與 以及可以做到甚麼 以及可以保留一些資料 但是你說過氣偶 你是怎樣 你是自己做操作嗎 不是 我沒有做不到操作 而是我明白了他們做了甚麼 以及跟一些氣友團 跟他們做了訪問和參觀之後 就會嘗試以燈光的角度 其實我們有甚麼可以幫助 這種表演可以吸引更多的觀眾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 很老套 我看中國傳統的氣偶 但其實好像中國粵曲和氣曲 其實都可以很受歡迎 有時就發覺 可能是否要多一些其他 多元化的藝術的感覺給他們 所以就希望可以有少許幫助 其實我覺得是的 譬如粵劇 很多時候 就是開了大的燈 但我也看過有些 是開始有燈光設計 是不同了的效果 所以你說氣偶 我也覺得很有趣 因為可以做到一些事 希望可以幫到手 就是下年的時候 LCSD有一個叫做水上氣偶 另外就在參與一些這樣的活動 希望可以幫到這件事做下去 可以生火相傳的流下去 很好啊 OK啦 我祝你成功了 多謝你小姐 你也告訴我 我可以看 多謝 多謝 多謝你 多謝 多謝 再見 多謝 拜拜 多謝各位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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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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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跟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可言 漂亮 剛 莫 arsen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